密指的就是我這個表單 就是User Phone 多一個密的話點 他就會去幫你找 MyPay的這一個物件 那你如果沒有打 其實好像也不會錯誤 MyPay的話就是說我每個月要償還 多少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他會自動怎麼樣 把結果丟到哪裡呢 丟到畫面上面的這一個 這個地方 他會把結果丟到MyPay這個地方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要把這個 利息總共付多少錢 也要把它寫到哪裡呢 寫到RentPay對不對 那RentPay要怎麼計算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我買這個地方MyPay 先丟給X 也就用印著包起來 就是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然後的話呢 我要怎麼知道就是說 我利息多少錢 實際上很簡單嘛 就是你 每個月每個月付 那你付了247 你把它通通怎樣 通通把它沉在一起 再減掉你總共 貸的金額 不就是你 有沒有你總共貸的 比如說你總共貸了200萬 可是你 你 240期你可能 你可能付了300萬 那你把300萬 減掉200萬那最後不就是 你利息付的錢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就是我們付款的金額 那分別計算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把這兩個結果 有沒有 其實剛剛做的這些程式嘛 其實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丟到這邊來 這個丟到這邊來 那就完成了第一階段 但是第二階段就是什麼 要把資料寫到哪裡呢 寫到我們的 這個畫面上面 寫到哪裡呢 寫到 這個底下來 那如果 預設是沒有任何筆的話 那你怎麼樣把它寫到這裡 其實這個方式呢 跟前面那個什麼 銷貨單 有異曲同工之妙 所以如果你前面銷貨單的觀念清楚的話 這個地方應該也可以寫過來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這五個資料寫過來對不對 那我會遇到什麼問題 比如我 裡面如果第一次使用的話 Ctrl向下 會跳到什麼 1048576對不對 那就表示說是第一筆 那我就要怎麼樣 寫在Sales 就是我要寫到 第2列的位置上面去 那分別在哪裡呢 DEFGH 上面寫 對不對 那如果第2次的話呢 他如果已經寫過的話 他會跳到 第2列對不對 然後你就再 給第3列第4列一直往下填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怎麼樣 已經完成了 這一個 就是 每月償還跟 利息部分 那再來就是 如何將資料寫到 這個我的 什麼呢 這個工作表上面 工作表上面的位置 好 那各位也可以回頭看一下 剛剛 之前我們 上個禮拜講的 有沒有 銷貨單 怎麼樣可以 取得的 程式嗎 其實 差不多一樣 你可以拿這個來 修改一下 就可以完成 OK 好 這裡的話 我想 各位試試看 把畫面先還給 各位一下 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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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